大家 我現在是臨時駕鑲雞了 因為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大家說 就其實我在昨天晚上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有一點點想吐 然後可是這個想吐的感覺 跟以往不舒服的想吐是不太一樣的 我就想說 我該不會是懷孕了吧 為了保險起見 我還是去買了驗孕棒 因為我真的覺得我不可能懷孕 所以我就一次買了十幾支驗孕棒 想說反正這次一定沒有 然後之後就繼續用這樣 因為我之前買的驗孕棒都已經用完了 結果沒想到 我剛才去驗了 然後給大家看結果 大家看 兩條線 天啊 就是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大家講這個心情 所以現在影片可能拍的有點混亂 就是我看到的時候是 真的非常非常的驚訝 因為我是第一次看到兩條線的驗孕棒 那跟大家說 就是我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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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小孩子 那其實我跟文達已經被孕一段時間了 雖然現在只是驗到兩條線還沒有確定 但是因為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們的心情 看了很多網路上的例子 雖然知道懷孕可能有一點難度 可是我們兩個非常的天真 以為懷孕是一件非常非常簡單的事情 馬上就可以懷上了 可是其實我們兩個已經被孕一段時間 然後也努力了一段時間 就是都沒有這個機緣 就其實我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去挑試這件事情 因為我現在真的有太多情緒 所以講話真的非常的亂 請大家見諒 很開心很開心 就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一開始我們被孕的時候 就試了幾個月都沒有 那我一開始其實不敢讓文當知道 我其實蠻受打擊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想讓他覺得很有壓力 因為我覺得這種事情很看命運也很看時機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因為這件事情很難過 那再影響到他的話 我覺得就是讓一件現階段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讓我們兩個人都很難過 我覺得這對我們兩個不是很好 所以其實我就沒有告訴他 我自己就是在心裡有點難過 可是口頭上很輕鬆跟他說 欸這個月就是生理期又來了這樣子 一開始沒有想像的順利 我還記得有一次在 要回台灣的時候 就在羽田機場 就是生理期突然來 然後我還記得就是我是整個 在機場崩潰 就是直接大哭 然後我還記得我打給魚丸 就是我就說 為什麼我懷不上小孩 我是很感謝魚丸就陪我度過那段時間 因為我相信就是接到這種電話大壓力 應該都蠻大的 但是魚丸就會用一件很幽默的方式安慰我 就是我真的非常感謝他 就是給我很大的心靈上的支柱 然後我有問我媽媽 那我媽媽也是說 她當初懷我的時候 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懷上我 那就是要我努力放輕鬆 所以我後來其實就轉變一點我的心態 就放輕鬆 希望自然就好 然後大家知道了 就是我放輕鬆之後呢 就是現在看到了這個兩條線 就其實真的還蠻感動的 就是雖然我知道說 這只是兩條線 還沒有確定說一定沒問題 因為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畫面 我之前不管再怎麼測 就是都是一條線 因為我現在心情起伏真的有點大 所以 就是真的很不好意思 可能讓大家看到 但是我就想要記錄這個最當下 我看到這個心情 非常非常的開心 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那今天等文當下班之後 就跟他講這件事情 大家我剛才收到文當的訊息說 他已經到車站了 所以他應該已經快要回家了 那我們現在就要告訴他這件 我們家的大喜事 我們等文當回來 最早的 你看 是 好 謝謝 那一央 打算 快點 好 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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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央 打算 打算 今天牠妳人在身邊 打算 打算 坐下 坐下 眼閉上去 你今天是誕生日不是 眼閉上去 請你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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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正常 是嗎 是嗎 真的嗎 是嗎 是嗎 我沒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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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反向又有點 是嗎 是 真的 真的 是嗎 真的 是嗎 是嗎 是 這個判定的話 就算成功了 就算成功了 好 成功了 嬉しい 怎麼會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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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感受到 但我二人都很欲しかった 我已經31歲了 Ru-chanも30歲了 我已經很適合 我已經很適合 哇 哇 美味 どんな気持ちなの? すごくない? 生命の誕生だよ でも今日は色々調べたんだけど これは本当最初のステージ これからまだ長いのよ これでもうできてるんじゃない? 私も最初そう思ってたの でも違くて 検査してちゃんと 子宮についてるかどうか ちゃんと心拍数あるかどうか 色々あるのよ 私も最初全然分からない 今日ずーっと調べてた 段階があるってことね そう なるほど えー なんかすごいな マジじゃん マジで出てるじゃん うん すごい まあ とりあえず多分 個人科行ってみないとね めっちゃ楽しみなんだけど え?もう見れんのかな? いるの?もう 分かんない いるんじゃない? どういう感じなんだろう? でも調べてまだそんな早くないらしいよ あ、そうなんだ めっちゃ楽しみ え、どうしよう もうパパだよ 何すればいいんだろう? 温度パパだー 何すればいいかな? 何すればいいかな? うーん 楽しみじゃない? ちょっと調べよう 楽しみだけでいいんだよ 全然調べたことなかったんで ちょっと調べますわ 神様からの授かり物だね すごい なんか 私ずっと自分にストレスかけて ふーちゃんの 30人までの誕生日 赤ちゃんできるといいなって 正直にずっと自分にストレスかけてたの まあふーちゃんはずっと あ、いいよいいよ あの ご縁を任せればいいって言ってるけど でも実際にできてやっぱり びっくりみたいな え、すげーな え、いるの?じゃあ そうだね すごっ いや、びっくりしすぎてちょっと すごいしか出ないわ 最初ふーちゃん帰るときは 今日疲れたのにって言って あ、なんかキンキンになった え、でもこれから色々忙しくなるよ そうだね え、だってベビーカーとか 早い早い早い とかなんか色々揃えないと 私たちもパパとママのカー 楽しみ わかせよ、俺公園めっちゃ行くし ふふふふふ 公園だけじゃないよ いろいろな 遊園地も行くし ね なんかこれ見るとなっぱりグッド来るな え、すごい しっかり出てるな いや、よかったね 本当に え、すごっ 感動だね 今日ずっとこれを見てニヤニヤしてた いやそうだね え、すごい 嬉しいね これからのストーリーを全部記録したいね そう パカちゃんはね 生まれたら 見れるね この動画 そうだね うん 自分を発見した時のパパとママの気持ちとかさ やばい、泣きたくなった はははははは じゃあ明日婦人科行ってみよう 楽しみ うん 俺も婦人科入れるかな 大丈夫? 今日いっぱい喋ったから 男性OKの OKOK 日本はたくさん男性OKじゃない所があるんですよ よかった じゃあ明日行こう一緒に うん うん おーいる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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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いところが赤ちゃん 心拍はここですね おー おー 聞こえる さあ心臓の音 音でかいね すごい すごい ね、赤ちゃん育ってきてます すごい はい、じゃあ大丈夫ですよ シンガクス聞こえた ね、聞こえたね ポ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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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 どう?心臓の音が聞いて なんか聞いた瞬間 涙出たわ 感動した いやー生命の誕生ってすげーなって 思いました 私もめっちゃ感動した なんかポ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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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聞こえて そう ちょっと よー... また見てね ここで 何時も よね 一本のワンピンポンは こういう風に そんなに もっと 冬トシャーさん ポ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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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なたは 何か 何か ひどい 私は 准さ 自分の 作詞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